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信箱 门柄 升降机门等设施 卫生防护中心人员今天和明天 两天上午9点半至11点 在大唐厕收集站 收集居民的胸后腿液样本 由居民提早来排队 今早早点下来 8点9时我下来排队 我怕人多 人多 我又要上班 所以我早点下来 担心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到 你感染很麻烦的 你可以传给你亲戚 甚至你去过那些地方 回去就拿消毒水抹门口 那些手 衣服 密些洗 没什么害怕 你真是感染就感染 怕也没办法 有什么好害怕 唯有自己做足自己的本分 他说要什么 早上起床 不要拆牙 第一口口水 我现在已经拆了 额预备出去 我怎么给你 明天给 没办法 有居民就说 考虑搬去亲友家里暂住 又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曾经与陆传楼的居民一起用线 担心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特意来收集站 问一下可不可以留样本做测试 期间的护车到场 有居民要送院 当中包括幼童 和长者 也有小巴来接载居民离开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会在确诊患者的单位 抽取环境样本 虽然不需要撤离 但是在整体的环境 除了昨晚立刻进行清洗 请大家在当大厦住的市民 其实都是要保持自己的个人卫生 和环境的清洁卫生 稍后都会做一个 健康的讲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可以 有我们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同事 可以解答 他说会继续调查传播途径 也会在确诊类患者 两个同事居住的桂园村 派发样本津 赋予居民若果出现病征 要尽快求医 母亲电视机者关口维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 社区再出现九人群组感染 它会尽快公布 是否延长这个星期到期的限聚令 和入境检疫令等的措施 我们都需要尽早作了决定向社会公布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会尽早公布了 但是发生了这个社区 令人高度关注的社区感染的群组 我们会采取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今次在抗疫的过程里面 我时常都说有三大原则 其中一个就是严阵以待 另一个就是迅速应变 所以在稍后公布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采取一个相对严谨的态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市民关注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正常 但她强调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事权 任何国家都是由中央层面处理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以前主动提到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相关法例没有详细的条文 市民关注很正常 但希望澄清事实 她说澳门09年已经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 但在可见的未来 香港的立法会难以通过相关法例 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的事权 是每一个国家都在中央的层面来做 我们有一个两制 所以中央对于特区的信任 曾经是授权给他们做 但经过23年我们都做不到 今天我们面对的立法会的乱局 大家有目共睹了 我都不想详述究竟有多乱 再加上基本法第23条 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工作 长期在香港被妖魔化 被污名化 她说有人鼓吹港独 外国势力干预 市民出家也都怕被私了 对于美国说要制裁香港 林郑月娥说 美国对待国内和香港的示威活动 有双重标准 她说过去十几年 香港是美国赚取货物贸易 顺差最大的经济体 也都单方面 给予美国护照的持有人免签证待遇 大量美国公司 透过香港的摄牌优惠 进入内地市场 希望连同美国以至其他的政府 在处理和香港的双边关系的时候 都能够互相尊重 不可以 也都不应该 在今天全球经济 是因为疫情已经疲弱不堪的时候 再做一些会打击双方的企业 和双方的人民的工作 她说自己只是点出事实 美国可以自行盘算 无线电视记者曾善论报道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说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 会由香港律政司负责检控 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 李国能建议 案件应该在香港公开审讯 法例需要不具追溯力 调查权受香港法律规管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接受 南华早报访问时说 按照《基本法》 律政司主管刑事检控工作 不受任何干涉 即使政治敏感都不例外 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决定当日 并没有提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会在香港设立机构 如果中央在香港设立机构 取代律政司的检控权力 就必须修改《基本法》 他又说没有理据限制外籍法官 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也不排除成立特别法庭 但强调会符合司法独立原则 他又说如果特区政府 在立法过程中 发现法例未能保障香港的人权 和普通法原则 会向全国人大反映意见 另外中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 在《明报》赞文说 《基本法》23条立法过去做不到 未来几年也都立法无望 认为全国人大的决定是可以理解和合理的 建议法例必须不具追溯力 相关罪行的定义必须合理和确设 涵盖范围必须限制在达到立法目的所必要的程度 另外调查权力要受香港法律规管 除非获司法授权 处所不得被搜查 电话不得被监听 他又认为检控决定应该依据香港的检控守则 审讯应该在香港公开公正进行 被告应该被假定无罪 和必须在无合理疑点之下定罪 回归前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杨铁良发表声明 认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为其国家安全进行立法的固有权利 香港在处理颠覆活动一直存在立法和执法真空 他强调普通法原则在香港一直运作良好 包括无罪推定 公平审讯 司法独立 他说很高兴在新闻报道当中 知道制定有关法例的时候 这些价值会受到尊重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斗 屯门新虚得证为一间金行 招组被三个持刀和锤的侧人行劫 劫走一批金色 据了解损失大约600万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 金行的锤柜被打烂 地上有一把锤仔 事发在早上九点几 三个戴黑色口罩的侧人闯入金行 消息说其中一个人持刀 一个人拿着锤仔走入金行声称打劫 抢去金色之后 上了一部私家车离开 过程大约一分钟 金行初步点算损失六盘金色 事件中无人受伤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的加数 恒生指数期货即月升293点 总成交超过10万张 看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不够1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5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320点 看美元汇价 日元107.71 英镑1.2492 澳元0.6803 欧元1.1135 全体港元汇价 对美元7.7511 每百日元对7.1949 欧元8.6316 英镑9.6842 瑞士法郎8.0631 嫁元5.7259 澳元5.2731 瀕西兰元4.873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4 伦敦黄金每盎市卖卖价 下报1736.16 1737.15 本港每两九九金报16,080 消息指行政会议决定延长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禁止8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 规定食肆经营规例 以及入境限制 预计政府下午会召开记者会公布 最后看天气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 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吹和换南至西南风 1点钟气温是30度 相对湿度76% 雷暴警告验证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4 强度属于中等 新闻报道员再会